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巴一男队和北京男队是打成了1比1 这是双方第三盘的单打 那么前两场打成1比1 第三场的这个双打三单啊 也就有危险的更加重要 对于双方的两支队伍来讲 都是至宽重要的一场 大家看到北京的延安 是今年24岁 2017年匈牙利公开赛单打冠军 徐晨浩来自解放军队的小将 22岁曾获日本公开赛的亚军 那么今天的这场小组团体的比赛 解放军男队把徐晨浩排到了第三单 把周宇排到了前两号的单打 延安的这个风格啊 特点和一般的这个男子运动员都不太一样 延安呢他的站位比较靠前 打球呢速度很快 一般的延安是坚持进台 不退台的运动员 麻公 公 !"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呢 在武清中心体育馆进行 在这个主赛场 这个场馆当中一共有九张球台 那大家看到我们转播的这张球台呢 是一号球台周边各有四张球台 都在进行男子团体的比赛 而且据我这样 大概一看呢 其他八张球台的比赛 每张球台都很激烈 那么男子团体第一阶段小组的比赛 在A组呢有上海男队 就是许欣 这个队伍 河北队 吉林队 还有河南队 B组有山东就是张继柯 这个队伍 黑龙江南队 广东南队 浙江南队 昨天山东南队输给了 广东南队 另外还有C C组有江苏 湖南 福建 四川 也都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地族有解放军 北京 天津云南 天津云南 这两个队伍比解放军和北京队 整体实力都要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 争夺小组的一二名 也是夺冠大热门 就是在解放军和北京队 这两支队伍身上 那延安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 逐渐慢慢追平比分 7比8 刚才给大家介绍 延安的这个技术特点 就是离球台比较近 以速度衔接为主 这球挺可惜 徐晨浩发球呢 发得倒是很转 但是切得太狠 弧线有点高 延安呢 是上位 上不没上到 光够手 所以这球啊 挑打 下落 下落 上月 上月 下落 上来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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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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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球 下落 两个揭发球 正手谈那短子挺可惜 第一个是对方 发了一个高球乌龙球 第二个是揭发球有点乱 现在反过来 由延安发球追了一分 绑住 上来 这样11比9 徐晴昊 赢下第一局 刚才给大家一再介绍 就是双方在 战成一平的时候 第三盘的单打 对两支队伍是否 能够取胜尤为重要 也就是徐晨昊和延安这场比赛 谁能够取胜 取胜 胜利的风向标 就在 哪一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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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局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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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看到昔日的90年代初期 两位对手就是张磊和王涛 北京和解放军队的两个教练 再让我回想起20年前 他们在赛场上的一些对决的画面 在20年后还是成为对手 只是角色变了 两人都成了教练 其实这场球对延安来讲 我想更多的现在还是一个内心 就是心理的对比赛的一种释放 现在延安的球你感觉还是在一个 揪着的一个阶段 就没放开 还是没打出来 没有完全放开 但是第一局有一段 这个比分段它是基本上 这个人的状态是出来的 但是到八平的两个揭发球 没把握好之后 现在这个球啊 第二局又打了一些折扣 哎 好的 哎 好的 哎 好的 哦 漂亮 好的 我们看到 解放军队的徐晨浩 也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 这个球我们就看到 这绝对靠实力 这板板高质量 正反手衔接 相持球的这种深厚的底子 延安还要走这个马龙的套路 就是要变 要巧 要打速度 不要打阵地战 打实力 可能对方的力量 对方的中远台 都比他要全面 所以延安必须要走巧铃 变 延安和马龙不仅是都来自北京队 而且在俱乐部拼凶联赛当中 也是在一个俱乐部里 可以说延安是耳濡目染 多多多向马龙去学习一些技术上 包括他在比赛当中一些思维方式 一种先进的比赛理念 这样11比7 延安拿下第二局 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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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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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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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